重阳兵变 作者 金夫子 播读 夏秋年 第62章 图穷献匕首 四例红弹头 9月29日下午3点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十一国庆节前夕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讨论两项议程 一是敲定十一国庆节庆祝活动节目安排 一是商定十届三中全会人事安排 第一项议程算是顺利通过 鉴于毛泽东主席去世未满一月 干部群众尚处于悲痛之中 国庆节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典 不搞阅兵游行 旨在北海公园 中山公园 劳动人民文化公 天坛公园 颐和园举办游园活动 安排文艺演出 党和国家领导人则吩咐上述场所与民同乐 当天晚上八点半 在天安门广场办焰火晚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观看焰火及广场上的居民连欢大歌舞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正要提出第二项议程 江青忽然插话 国锋呢 你是总理 工作是否可以做得细一些 过去周总理可不像你这样粗线条 娘娘找茬 华国锋心里光火 脸上却笑笑说 江妈妈有什么具体的构想 欢迎提出来 汪东兴接话 国庆游园活动的具体节目安排 我这个中办主任算总调度 请批评指正 江青笑笑 哼哈二将配合默契了 汪总调度为什么不在会上宣布 谁去北海公园 谁去天坛公园 谁去颐和园 还是都要等候你的临时通知 本人建议 国庆期间在京的政治局成员 全国人大的二三十个副委员长 都下基层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也是搞搞调查研究 听听群众的呼声 不然我们这些人住在深宫大院里 养尊处优 做官当老爷 根本不了解下面的疾苦 永贵 智福 贵贤 你们都是来自农村 工厂 有没有在节日期间到基层和群众一起过节的打算啊 陈永贵举了举手 表态 我赞成江青同志的提议 下基层去西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和贫下中农一起过节 一日服举手 我去常新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吴贵贤也举手 俺去北京真知总厂和女工姐妹们一起当班过节 王洪文举手 拥护江青同志的指示 我去首都工人民兵师向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人弟兄们学习 姚文元举手 我去新华印刷厂向工人阶级致敬 张春桥没有举手 而说 我去新华社 人民日报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 看望接手岗位的干部职工 一下子有这么多的人表示愿意下基层和群众过节 江青很高兴 好 这里我也当了大家的面报个名 我决定去清华大学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一起过节 江青说着 忽然转向叶剑英 叶帅 你是老同志了 还有徐帅 聂帅 也都不要总是躲在西山要塞里享清福了 国庆期间 可不可以下去走一走 看看基层的工人农民 听听他们的呼声 汪东兴插话 我不反对领导干部下基层 但中央既已安排了几处大的游园活动 我看党政军主要领导还是分头出席游园和群众见面 到时候中央电视台 中央新闻纪录片厂都要拍片子 向国内外做宣传报道 江青看王东兴一眼 王主任 我讲话 你总是要打岔 发表你的高见 我现在是和叶金英同志说事情的 知道吗 华国锋脸上尴尬的笑笑 江青无视他这个会议主持人 出面发号施令 控制局面了 驴日盛 这个女人不收拾都不行 叫你一生江妈妈 那是看在主席爸爸操过你的份上 你就真把自己当国模 老子才不认呢 叶金英倒是闭目养神 无动于衷 听到江青叫他的名字 才睁开眼来 仿佛没有听到江青说了些什么 而问 江青啊 你要老夫去哪里 老夫老眼昏花耳朵背 你可不可以再讲一遍 陈希莲怕江青同志生气 忙做好人说 江青同志是关心您和徐帅 聂帅等老同志 国庆期间是否可以下基层去走走 叶金英笑了 好 这个建议好 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心联心 是党和军队的好作风 好传统吧 只是呀 老夫年上八十 朱病缠身 老朽咯 下基层恐怕还是要派救护车随行 劳失动众啊 上次洪文同志去西山看我 我还躺在治疗床上输液呢 总的感觉是日暮西山气息奄奄了 说不定哪天两脚一蹬 就到主席身边去了 我一辈子追随主席 到了阴间也是要陪伴的 这里顺便讲一句 今后政治局开会 老夫要请假了 开了大半辈子的会 可以告退了 剩下的会议 你们中青年继续咯 还有既然提到徐帅 涅帅 老夫也顺便替他们讲句话 都是七老八十的 体弱多病 随时都可能出状况 你们就高抬跪手 放我们老家伙一马 老小老小 你们中青年同志 不要和我们老糊涂一般见识才是 叶洁英一番话 说的江青笑也不是 脑也不是 其逢对手 也只有这个老东西 敢在政治局会议上 和他江青叫板 对阵 今后不再出席政治局会议 老娘放鞭炮 送神还来不及 华国锋抓住时机 干咳一声说 好 江青同志和叶帅 都做了重要发言 第一项议程就讨论到这里 中央领导人国庆日的节目 除下基层的以外 其余同志就由汪东兴同志统筹安排吧 下面讨论会议的第二项 十届三中全会的相关问题 一 全会由谁主持 由谁做中央工作报告 要定下来 二 建造毛主席纪念灵堂 要由全会做成决议 并成立工程领导小组 三 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全会要做出决议 成立编辑委员会 也有人选问题 四 筹备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 起草十届三中全会新闻公报 主要有这五件事 我们是不是一件一件的来讨论通过 还有别的重要事项需要补充的 也可以列出来 华国锋话一落音 叶洁英就当仁不让地接了枪 讨论大事之前 老夫提一件小事 毛远新同志上星期不是给政治局写了封信吗 说主席爸爸去世后 他的政治局联络员的工作已经结束 如果中央部分配新的工作 他可否回沈阳军区去 江青玉插话 这次是叶洁英不让他打岔 只管说下去 江青同志啊 你就让老夫把这段话讲完吧 占用不了太多时间的 你要原谅啊 我的看法是 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九月 毛远新同志担任主席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正好满一年 他表现的怎么样啊 我看是不错的 天天守在主席身边 做了大量的工作 很辛苦 值得肯定 我提议由中央办公厅给毛远新做个鉴定 送沈阳军区党委认可 存入他本人的档案去 这样做才是爱护青年干部 至于毛远新同志提到的 他回不回沈阳的问题 我觉得应当尊重他本人的意见 既然他的政治局联络员的工作已经结束 目前在中央又不担负别的职务 我们就应当同意他回沈阳去 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兼辽宁省委书记 肩上的担子很重咯 过去的上将都不一定当得上咯 远新同志今年才36岁吧 已当了八年的大军区政委兼省委书记 接班人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接班人嘛 我们老同志要对他多关心多栽培啊 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听着叶帅的发言 无不在心里暗暗叫绝 高论也只有叶老帅才讲得出这番高论 一下子把毛远新从政治局剥离出去 还原为下级下属且赶出北京 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是政治局委员 还当过几个月的党中央常委副主席 老红军出身 完全震得住毛远新 李先念这时插话 我也同意毛远新本人的意象 回沈阳去 那里天地广阔 大有可为 年轻人继续在下面锻炼一个时期 四五十岁再回中央参加核心领导 叶吉英摇头晃脑 古人云国之栋梁 起资周俊 在做华总理继副总理调中央工作之前 都在湖南河南工作过二十几年 从区委县委地委省委一级一级坐上来的吗 所以他们进中央是一步一个脚印 比较扎实 列席会议做记录的毛远新 原本心高气盛 一心要继承他主席爸爸的遗志 当上中央军委主席 正式步入党和国家接班人地位 被叶剑英李心念两个老家伙一唱一贺 贬中带包包中带贬 弄得十分不堪 一气之下起身就走 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虽说也不看好毛远新 但更恨叶剑英李心念这些老狐狸 要么装病躺倒 要么冷不丁猛放毒箭 令人防不胜防 正在这时 只听江青妈妈历声喝道 远新你回来 你不要走 你一走不就趁了某些人的心愿了 我们有毛主席的遗嘱 有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 要留在里面和他们动真格的 毛远新遵江青妈妈的呼叫返回 不屈不挠地坐下 也不再掩饰自己的愤怒 目光就像两口闪闪发亮的刀片 直逼叶剑英 叶剑英又如老和尚入定似的 闭上眼睛养神 经江青这一历声呵斥 会议室的气氛顿时凝固住似的 政治局开会历来怕恶人 惧恶声 先前是他老板恶言一出 怒目一横 就没有通不过的议案 没有镇不住的对手 现在轮到主席夫人恶言一出 脸色一青 大家晋升 也就是他老板的余威犹存 华国锋哭丧着脸 汪多兴心里赶怒 嘴上不讲 季登奎两边都不搭枪 其他的委员们也都观望风向 谁都不愿意在会议场合和毛主席夫人撕破脸 江青倒是及时调整好了情绪 马上变得和颜悦色的说 这就对了吗 我们没有了毛主席 有话好好讲 有事好好商量了 大家知道的 毛远新是毛主席的亲人 也是毛主席晚年最器重 最信任的接班人之一 怎么可以说不做联络员了 政治局就没有他的工作了呢 主席晚年留下那么多指示 批示 那么多文字材料 谁来整理 谁来保管 还有马上就要开十届三中全会 接下来开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 有多少事情需要毛远新同志参加办理 政治局不是新成立了一个党的十一大筹备领导小组吗 毛远新同志是成员之一 这就是他在政治局里的新工作 大家说说 是不是这样的呀 王红人插话 对 十一大筹备小组成员 就是毛远新同志在政治局里的新工作 张春桥摘下镜片来擦着 谁也不看的说 我看呀 干脆就在今天这次会议上 增补毛远新同志为政治局委员 以力工作 华总理 你看呢 姚远补上一句 我同意春桥常委的提议 现在就可以对增补毛远新同志的事进行表决 江青笑眯眯的问 国锋呀 大家等着你表态呢 你如果不变主持的话 就由王红文副主席来主持表决吧 华国锋额头上冒出层细细的汗珠子 吕日盛 这伙男女把政治局会议看成他们的家务事了 他看看汪东兴 纪登奎 汪东兴阴着脸 咬住嘴唇 纪登奎神色平静 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表情 叶帅啊 你怎么还闭上眼睛养神 李先念看不下去了 在叶金英耳边说了句什么 叶金英睁开眼睛说 表决 表什么决 你们也太兴急了 政治局四个常委 起码我和华国锋还不知道有这回事吗 老夫还是先前讲过的意见 鉴于毛远新同志的政治局联络员职务已经结束 他还是应当先回到原工作单位沈阳军区去 至于他参加十一大筹备小组的事 总该先和沈阳军区党委辽宁省委通通气 再借调他回来不迟 这是组织原则了 另外 他从沈阳军区调来 现住平谷山区的那两个摩托化装甲师也应当带回关外去 保卫首都 保卫中央 有中央警卫局 北京卫戍区 北京军区三大家 还有那个首都民兵师 力量够大的了 不需要从外地调部队来勤王吧 不然别的野战军区有看法呀 江青气得身子发抖 一时又情绪失控似的 颇声嚷道 叶金英 你对毛主席什么态度 毛远新是主席的亲侄子 住平谷的两个师是毛主席亲自下令调来保卫首都的 怎么说是毛远新调来的 你安的什么心 你想联合邓小平一伙 搞右派翻天 叶金英把桌子一拍 吼道 你住嘴 我1933年在江西苏区追随毛主席和苏区中央政府财政部长 也就是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同志住一座毛棚的时候 你蓝萍小姐还在上海滩私混 江青把桌子拍得更响 反了 反了 同志们睁大眼睛看着 毛主席尸骨未寒 右派就翻天 右派就翻天 叶金英愤怒得如同一头狮子 仿佛浑身的毛发都张了开来 放屁 你放屁 我叶金英革命一辈子 会怕你 怕你 你这是乱政 乱政 再下去就要相互摔茶盘 扔茶杯了 华国锋叮叮当当的摇响了传呼铃 原来是用以传呼会议室外面值班人员进来服务的 门大开了 几名男女服务员进来了 铃声响得急 不知道里面的中央首长们出了什么事 江青 叶金英都住了口 各自怒火 强压住 毕竟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天天名字上报纸 影像上电视新闻的 不能在服务人员面前失态 丢了风范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 适时抓住机遇 朝服务人员挥挥手 对不起 刚才是我拿错铃子了 一摇铃铛响 下去吧 没事 没事 把门带上 好好继续开会 叶帅 江妈妈 咱们有啥话 还是心平气和的来谈 千万不要动气 伤了身子滑不来 让服务员看到传出去 影响多不好 对二位 我从来很敬重 一个主席夫人 一个共和国元帅 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啊 气头上的话 说过拉倒 都不往心里去 好吗 在你们面前 我算晚辈 晚辈求求你们了 以大局为重 一切服从大局 好不好呀 江青剑 华国锋给了台阶下 立即调整了自己的情绪 手姿优雅的拢了拢头发 你个华总理 也学周总理 当七级你瓦将 糊弄糊弄 可学的不太像 一句诙谐轻松话 说得大家脸上 有了些笑意 如今政治局开会 最怕叶老帅 和江妈妈吵架 华国锋说 谢谢江青妈妈的夸奖 咱们的会议 还是按原先的程序 一项一项来吧 第二项议程第一条 是三中全会的主报告 谁来做 先定下来 再加紧起草 江青见华国锋 转移目标 立即追上 慢 刚才不是正说到 增补毛远新的事 要进行表决吗 先表决 后议事 华国锋做男的 骚了骚头上的花白短发 心里已有了回旋余地 那我也表个态吧 首先 我不反对 增选新人加入政治局 但不一定 今天就表决吧 先通好气 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 还有十来天 就开三中全会 到全会上去表决 按党章办事 不更顺畅些 可以把增补这件事 列入到全会的议程中去 不然就算今天表决通过了 也要等到三中全会上去追认 才生效 对不对 原则上 政治局会议 无权增补政治局委员 对不对 姜妈妈 你看呢 江青听 华国锋不反对 增补新人进入政治局 不到十天就开三中全会 全会一开 大局就定 老幼们再想翻天 没戏 这么一想 江青也就不再为难华国锋了 叶金英却听懂了 华国锋的拖延术 缓兵计 自己刚才也不该动那么大肝火 应该斗智 不该斗气 这个华国锋 看似木讷 脑瓜雀灵 一点不蠢 是个拿得起 放得下 懂得随机应变的人 华国锋说 好 回到原来议题 第一件 谁来主持三中全会 谁来做主报告 大家都说说 不要总加入那个沉默的多数 停了一会儿 姚文元开了枪 没人说 我来说 一中央常委排名顺序 华国锋同志做主报告 王洪文同志主持会议 张春桥同志任全会秘书长 叶帅年纪大了 就不要为一些日常事务劳神了 江青笑了笑 文元是理论家 也学会了平衡术 我同意文元的提议 纪登奎 李先念 陈希莲 陈永贵 王东兴 吴德等人也表示同意 华国锋说 好 这件事算通过 全会的主报告 还请春桥文元带领秀菜班子 抓紧起草 下一件 关于建造毛主席纪念灵堂 地址已选定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中轴线上 这件事要在三中全会上做成决议 各位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好 大家都点了头 一致通过 第三件 关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卷 要成立中央编辑委员会 你聘请江青同志任总顾问 张春桥同志任编委会主任 姚文元 纪登奎 汪东兴 毛远新四位任副主任 张玉凤任办公室主任 此事也要在三中全会上做出决议 春桥同志 你是不是先说明几句 张春桥点头 这是一项浩大而又光辉灿烂的文字工程 我和文元已初步把毛泽东选集后四卷的内容划分了一下 第五卷收入毛主席1949年到1956年的主要著作重要讲话 第六卷收入毛主席1957年至1963年的主要著作重要讲话 第七卷收入1964年至1969年的主要著作重要讲话 第八卷收入1970年至1976年的主要著作重要讲话 争取1978年年底之前出版第五卷 以后每两到三年出版一卷 争取十年之内全部出奇 那时毛主席著作《雄文八卷》就完整的出现在世人面前 成为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以及世界上所有被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和民族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粮食 他和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一起 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思想指南 这一条大家热烈鼓掌通过 表示毛主席的书最爱读千遍万遍下功夫 读得心明言也亮 革命路上干劲足 接下来的第四条是决定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五条是起草十届三中全会新闻公报 也都无意义通过 华国锋暗自吐一口气 今天的会议总算应付过去 娘的本来是放放烟雾迷惑对手 想不到也这么不容易 差点收不了场呢 他看看王洪文、叶建英、张春桥说 各位还有什么事要说说 没有那就散会 一例委员们要等江青、叶帅先离场 江青坐着不动 突然又亮起嗓子说 国锋请把主席提名的那七个新一届中央常委同志留下 洪文、春桥留下 其余人可以离开了 叶建英已经在服务员的帮助下站起来 听江青这一说 便问华国锋 总理还要开什么会 华国锋摊开双手 表示他不知道 汪东兴也跟着摊了摊手 江青口气生硬的催促 无关的人可以走开了 叶建英、李先念走出会议室时 有种被赶出来的感觉 叶建英步履迟缓 李先念见吴德、陈永贵、姚文元等人快步离去 就不管有没有工作人员在旁 问了声叶帅 怎么新常委就这样上任了 叶建英则反问一句 太容易了吧 想了想又说 1927年8月1日 我和聂帅跟着朱总司令、周总理、贺老总搞南昌起义 拉起工农红军队伍到1949年进城 进这座中南海可是走了22年的血火征途 先念你也是1927年参加你们黄安起义的吧 会议室里留下来的江青、毛远新、华国锋、纪登奎、陈希莲、汪东兴、张玉凤 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共是九人 围坐在会议桌的一端 江青笑笑微微 甚为得意的说 很好 遵照毛主席遗嘱 大家互相认认 从今以后就由我们在座九位 组成中央领导核心 华国锋一愣 脸上却也笑着 这太急了点吧 不是讲好了 等开三中全会时再说这事 王东兴插话 政治局会议还没有讨论过 江青收起笑容 眼下中央群龙无首 局面散乱 从大局出发 我们九位要大致上分分工 步调一致 华国锋笑问 怎么个分工法 中央现在不是有分工吗 江妈妈你主管中央文革 王洪文主管全国人大 陈希莲主管中央军委 张春桥主管意识形态 王东兴主管安全保卫 我和纪登奎主管国务院 我还兼了召集政治局会议 主持日常工作 难道不是这样分工的吗 江青冷笑着说 你那是原先的分工 临时兴致 现在主席走了 需要重新安排 好 我同意这事放到三中全会去讨论 决定 我们先谈次要的 就拿毛远新同志来讲 他留下来参加十一大的 储备领导工作 应当先把他主席爸爸 最后这一年里所做的指示 重要谈话整理出来 起草十一大政治报告 需要大段引用的 汪主任 你工作那样忙 交出毛主席机要室的钥匙吧 还有张玉凤同志 当了十几年的毛主席机要秘书 谁免了他的职 王洪文 张春桥 纪登奎 陈锡连 均把目光投向汪东兴 意思是 汪东兴应该答应 江青妈妈已经态度够好的了 退而求其次了 汪东兴却站起身来 说 毛主席机要室的所有文件资料 都是党的核心机密 中央常委同意由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临时封存的 江青同志拿去多份材料 至今没有归还 改由毛远新保管 我个人没有意见 但当初是怎么交下来的 我还得原样交上去 对不对 这样吧 国庆游园一大摊子事情 火烧眉毛 等着我去安排调度 我先走一步 你们继续 说吧 汪东兴顾文包一加 转身离去 步伐又快又急 简直像在逃跑 江青气得两手哆嗦 看看 看看 这就是你们的中办主任 警卫首领 主席在 他只怕主席 主席不在了 他谁也不放在眼里 华国锋同志 对这个保镖头子 中央要有所警惕 若闹到东汉末年 时长事乱政那田地 共产党内也会出 董卓 丁元 王允 吕布 曹孟德一干人物的 华国锋读书不多 三国故事还是知道一些 却洋装不懂 时长事 什么时长事 王虎文同志 你听说过 王虎文倒真不明白 时长事为何物 张春桥会议 代为解释 就是东汉末年 汉陵帝身边的 十个太监头子 他们率领的宫廷卫队 也都由太监组成 他们把持朝政 杀害大臣 会乱后宫 闹到天怒人怨 天下大乱 三国故事 开篇就讲汉陵帝无能 时长事乱政 从历史上看 从来都是宫廷卫队 不受管束 出面干坏事 那个朝代也就分崩离析 灭亡在即 华国锋扳起面孔 不好 这个比喻很不妥当 我们的中央警卫团团长 第一政委 都是老红军出身的兵团级干部 营长连长 也都是老八路出身 从延安时代起 就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怎么能把他们比做时长事呢 传出去影响很坏 会有众怒的 我看呀 话到这里打住 谁传谁负责 今天这个会 大部分同志都走了 时间够长了 剩下的事 放到三中全会去办吧 散会 说吧 华国锋起身就走 不再有商量的余地 当天晚上 叶金英派自己的红旗牌防弹叫车 由警卫秘书码头护送 走中南海东南端的南长街18号警卫局大门 送给汪东兴四木箱沉甸甸的东西 码头当着汪局长的面 一把粗钢锥将木箱盖撬开 哇 满满四大箱子弹 好几千发 汪东兴在其中一箱子弹里 发现有四粒子弹 弹头被涂了红油漆 汪东兴问 这是谁弄的 码头压低嗓门 老帅亲手涂上的 说您明白他的意思 四箱子弹重又钉上木盖 锁进局长办公室里间的保密室里 这保密室里内墙四面铁栏 密码锁由汪东兴自己掌握 汪东兴请码头告诉叶帅 请老帅放心 送来的家伙都会派上用场 当然一例不用能解决问题 那是最好 打发走神秘客人 汪东兴立即来见华国锋 两人进入里间谈话室 观言房门 放响音乐 华国锋问 有什么消息 今天的会 贼日日的 开得好啊 娘娘步步紧逼 动真格的了 老汪 你及时离开会场 走得好 面子上可以对他们客气些 实际的 我们绝不让步 看他能把咱怎样 吕日盛 想骑到我头上来 做梦 汪东兴说 我一回到家里 就接到叶帅电话 称华总理今天会议上表现不俗 沉得住气 华国锋 民警嘴唇 声音仿佛从嘴角露出 贼日的 不懂死活 逼咱们动手呢 叶帅还说了什么 汪东兴凑近些 压低声音 叶帅刚给我送来四箱子弹 其中一箱 放在最上面的四颗 弹头上了红漆 送子弹来的码头告诉我 是叶帅亲手图上的 说意思我懂 华国锋兴奋起来 四颗 对付四个 有象征意味 10月9号晚上就能用上 贼日的 二十几年没有玩过枪了 最近手痒痒 想玩他几梭子 出口恶气 王东兴问 你手边没有家伙 我负责替你弄把小点的 用起来方便些 华国锋忽然又有些沮丧 娘的 堂堂中南海 我这个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 需要自配手枪防身 王东兴说 用不上最好 争取一弹不发 一枪不响 解决问题 真要想了枪 流了血 反而麻烦 所以不能让他们先动手 我们要夺得先机 华国锋说 老汪 这就看你的了 一定要限定在中南海范围内 把他们几个弄起来 闹到中南海外边去 他们的兵力就占绝对优势 正说着 电话铃声响起 华国锋按下免提键一听 找汪局长 是一大队在202号院值班的鲁营长报告 江青首长要去大兴县的清华大学分校 和革命师生共度国庆节 要求办公厅警卫局替他安排专列 王东兴问 他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去多久 鲁营长报告 今儿晚上过了12点就动身 过完国庆节才回来 王东兴问 兄弟 你现在什么位置 鲁营长报告 在警卫局值班室 王东兴要鲁营长等等 随即捂上电话上的麦克风 转向华国锋 老华 你都听到了 娘娘今晚半夜 要去大兴县清华大学分校 说是和师生共度国庆 要求替他派专列 华国锋搔搔头皮 娘的真会来事 派专列 不会是要去上海吧 这可由不得他 跑了谁都关系不大 就不能是他 去大兴县才多远一点路程 让转告娘娘 就说中央来不及安排专列 因为涉及到铁道部 中办警卫局多家协同行动 不就去个两三天吗 安排一个车队 弄一辆卧车 几辆吉普车就行了 而且请他10月1号下午一定回来 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焰火 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上天安门城楼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 广播电台都要发消息 汪东兴说 好 就这么回复他 这个老妖婆 毛主席夫人成老妖婆了 不是当面下过柜 喊过国母吗 黄国锋继续骚着头皮 我想我想 是不是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 给铁道部 民航总局 海关总署下个内部通知 临时实施内部交通管制 我的意思是 在京的中央负责人 十届三中全会之前 都他妈的停止外出